東京奧運的中華隊代表團 在台灣時間大約是19號的下午 4點鐘左右是順利抵達了羽田機場 那麼在經過兩個小時左右的檢疫之後 在台灣時間晚間6點是順利的入境 另外呢這個助日代表謝長廷 也特地來到現場來向選手們加油打氣 不過呢在防疫上面的考量的關係 因此是沒有辦法直接跟選手們來進行接觸的 我們也趕快來看一下稍早的訪問 有一點擔心 大家都很緊張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代表隊出來的時候 很高興 非常的高興 親自看到中華隊他們選手的一個感覺如何 對啊 就是特別高興 不能叫 差點叫出來 可以聽到助日代表謝長廷表示呢 能夠看到中華隊選手他是相當的開心 也表示雖然他無法出席開幕典禮 但能夠到比賽場館中來替中華隊加油的話 他也都會盡量出席 另外可以看到選手們呢 是在做完檢疫之後推著行禮 依照奧會的指示 從特定的動線入境 避免和一般的旅客來做接觸 看你的啊 看你的看你的 對喔 拿著奧會的旅客來迎接中華隊 甚至有不少日本人呢 是自發性的來替中華隊加油打氣 希望中華隊在這次的東京奧運有好的表現 那美上市環宇新聞是序號在日本東京的採訪報導 請您繼續鎖定環宇新聞網以及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並且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接收更多全球新聞報導